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的表现 但自己其实基本上心里是很反弹的 所以后来也就分手了 但是很幸运的应该是很理智的分手 别看从前的戴佩妮在面对男友时是个温柔似水的小女人 但骨子里的倔强让她遇到感情中的不平事时 就立刻女王犯上阵 为维护朋友不惜展开骂战 向朋友的男友开火 那个男的就说这关你什么事 通常都是会这样 我说她是我朋友为什么不关我的事 对 所以她说你又不是她家人 那我就会说你跟她也没有血缘关系 就是 就是 我就是会觉得说 对 然后后来那个男的就会可能 就是 就是跟她说你不要再跟我做朋友还是怎么样了 这虽然是一片好心 但还真有点瀑布的气势呢 难怪连戴佩妮自己都会从前的爆脾气 检讨起来 而从准瀑布变身爱河中的幸福女人 自然都是戴佩妮男友希米露的功劳了 退出了青色的戴佩妮 日前也要进入人生的下一阶段 暂停事业享受与男友的甜蜜时光呢 我很确定要休息 但是留学或不留学这个还没有打算 因为也要去看有没有那个时间有没有